台北市卫生局公布螺丝粉机茶专案结果 总计有两家餐饮业者及五件网购产品不符规定 违规店家包括柳州螺丝粉、柳州郑中螺丝妹 另外网购平台虾皮购物 螺丝粉网站贩售的李子柒螺丝粉、好欢螺、螺丝粉等知名品牌都在违规名单内 这次卫生局启动螺丝粉的机茶专案 那针对我们台北市的一个制造螺丝粉的一个餐饮的业者 我们总共几茶十家 另外也针对于电商平台贩售的螺丝粉也查 就是抽茶十件 那结果有两家的餐饮业者跟五件的那个网购的螺丝粉的产品 不符合规定 那这次两家的不合格的餐饮业者呢 一家他进口的螺丝粉类的这个汤口的原料 他没有依照规定申请输入查验 然后申报产品的一个资讯 那这个部分呢 是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三十条跟第四十七条 那这个部分卫生局已经依法采取 另外有一件呢 就是他所使用的这个螺丝粉的一个食材 里面有一个叫做红油酸酸 那这红油酸酸 他是在大陆的一个电商平台订购 那红油酸酸本身是属于大陆物品不能进口的一个品项 所以这个部分呢 涉及到违反海关气势条例 那我们也已经移给我们的财政部官乌署 进行后续的一个办理 那在电商平台所架构的十件的螺丝粉产品当中 有五件是不合规定 其中有一件呢 是在同一个网站所购入 那产品到货之后呢 产地标示是中国 那这个部分呢 由我们警察局协助我们 寻线追查他的一个商品的一个物流 发现他的发货地点在桃园 那所以这一件呢 也现场查货 有存放许多的一个螺丝粉的产品 那因为我国也没有准许开放螺丝粉进口 所以他也涉及违反海关气势条例 那另外有一件的螺丝粉的酱包呢 是被我们检验出防腐剂去水畜栓不合规定 那去水畜栓在螺丝粉类的酱料类 是属于不得添加的产品 那这个部分是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8条跟47条 可主制造业者或责任业者 3万到300万元的罚还 那这个部分不合格的产品 金锤茶它的源头在外星市 说明也已给当地的卫生局进行后续的一个办理 卫生局表示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相关规定 中国大陆制粉条类产品属未开放进口货品 若实体通路及电商平台贩售该商品 以涉及违反进出口规定等有关法令 根据台湾地区及大陆地区贸易许可办法的相关规定 大陆制的粉条类的产品像中式面条 攀平面条还有像米粉条类都是属于大陆物品 铺合进口的品项 那如果在实体通路或在电商平台进行贩售的话 就会违反进出口的相关的规定 所以我这边也特别要提醒我们的食品业者 如果你要进口中国大陆的一个物品的话 应该要先到经济部国际贸易署的一个网站进行查询 或者直接询问国际贸易署说这个产品是不是可以从大陆进口 那确定可以进口之后呢 一定要按照规定进行报关跟报应的一个动作 台北市法务局消保官呼吁消费者购买食品 因慎选商与良好的实体业者与网络平台 以免买到来源不明或标识不清的商品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